越来越多的人在追寻心灵的宁静 这个世界 科技越来越发达 生活越来越忙碌 物质欲望越来越高 心灵却越来越空虚 越来越多的人借由静坐来疏解压力 修身养性 近来 静坐更延烧到西方国家 连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都拨款研究静坐 现代人学静坐 不管是打坐 缠坐 或民思观想 大都是属于修身养性的一般静坐 而真正的中国正宗静坐 史记中记载可追溯至皇帝时代 他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承袭中国道家哲学的思想 讲究性命双修 除了修身 还要修道 修道就是修人生的正确道路 更修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谈中国正宗静坐 就必须先从一代其人 韩静老人谈其 谈韩静老人 就必须先谈谈华山 华山 地势险峻 是有名的道家圣地 秦汉以来 就广为流传着 先 佛 道 侠的事迹 周朝末开始 即有道家与云台灌步道 据说 至今仍有古之德道高人 常往来于华山与昆仑山间 民国二十六年 韩静老人李玉杰先生 奉师伯之命 已三十七岁 拥高官后路之圣年 亦然此官 西眷归浅华山白云峰下 一来 为当时的八年抗战 日日上岛祈求 一来 物思新宗教思维 一来 更在华山的大上方 修炼静坐 更经多位高人指点 而参悟到中国最上层的 无违法 中国正宗静坐法门 而其秘诀就在自然 古家谈到自然 就是生生不息的一种观念 他从生生的观念来看 前一个生到后一个生是一个交替的 前一个生跟后一个生是不一样的 是有变化的 杜家老子在谈到的自然的观念来看 他就不一样了 他所提到的说 天发道 道发自然 道的本体 就是自然的一个本体 他所讲的这个自然观念 他就直接地就讲到 是一种宇宙的自然的一种这个法则 韩静老人则认为 自然是宇宙间的根本大法 宇宙生命均受自然律支配 所有生命不能逍遥于道发自然外 一切都根据自然的规律发展 因此人在静坐修炼中 一定要顺其自然 不要加入任何力量与意志 去导引而违反自然 这就是中国正宗静坐 跟一般需要借由导引 运气 观想等有违法的一般静坐 最大不同的地方 韩静老人则教我们的方法是 你看到的一切当作没有看到 你听到的一切也当作没有听到 就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 很自然的 就自然的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你自然自然 自己就会有感受 自然出来的 不需要做任何的人为的控制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以自然为宗 以无为为法 中国正宗静坐 自然无为心法 又称为浩天心法 他讲究练心 追求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 终究会毁灭 没有人会常常不死 他终究会毁灭 精神才是永久的 但是呢 你很有智慧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的智慧没办法张牵 所以这个修炼的时候 是身体 你心里 是同时都要锻炼的 所以 要修炼外在的形体 也要修炼内在的精 气 神 静坐前 全身放松 自然挺直 先扳脚去浊气 默念三到五遍念字真言 降浮躁之气 培养正气 驱除杂念 即进入静坐阶段 静坐时 不加丝毫人为力量与意念 不守窍 不调习吐纳 不运气 不观想 一切放下 放下一切 不思过去 不想未来 静坐中 保持将睡未睡 将眠未眠的心理状态 正式修炼中国正宗静坐前 得先点到 开天门 开天门后 静坐时 就能以一己之气 接引上天之气 在自然的运化中 呼应宇宙大磁场 生生不息的力量 来调和人体内 小磁场的运转 呼吸血液 自然顺畅 五脏六腑 得以正常代谢 其禽 自然归于平静 因此自能修心养性 强生屈病 大自然的能量 并没有特别优惠魔人 它都一直的 环绕在我们四周围 就在说 你要不要去取它而已 它类似一个就是 打坐就是把人体 当成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 所以尤其是 对那些体肉多病 先练体质不太好的人 来讲的话 他们更应该把他身体 变成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 因为他先天的那种能量 可能不太够 那这样的话 他就更应该把他的身体 变成一个可以 一直在充电的电池 然后每一天 至少早晚 让这个自然界的能量 把它充电一下以后 让他有能量 又好像电池又充饱了 那种感觉让你好像是 又是变成那种 那种活力又来了 很多打坐过的人 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静坐后能清新思维 敏捷思绪 持之以恒的修炼 更能达到气气相容 天人合一之境界 当你只要是打坐 进入到那个状态 一定是一个气把你顶着 也就是说 你打坐能够进到一个 比较入定的状态的时候 一定是 你越坐越挺 我自己的感觉是 你一定越坐越挺 也就是说 一股气把你撑着 那如果说你看到 一个同步人打坐 或者一个人打坐 你看到他如果是 外一边或者头垂下来 或者是 那种 不是挺的那姿势的话 其实他都不在 打坐状态之下 这一定不是在打坐 那个真正气动的那个状态 如果气动状态 他一定是把你 那挺的时候 你不是 你故意要把他挺起来 而是那个气自然把你挺起来 能感觉其实是 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近年来西方心理 医学家 及哈佛医学院 宾州大学等知名单位 对静坐 做过多次研究与实验 都证实了静坐 能让大脑优化 提高效率 预防慢性病 及促进免疫功能 及多种疾病之治愈效果 静坐以后呢 发现这个会使我们这个阿华的脑波会出现 这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 一般都是BetaPol没有错 它是速率比较快 还有阿华Pol的话比较缓 平缓 所以学了静坐以后呢 对会身心理的这个安定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是值得推广的 现在的医学的发展 已经进入到了抗老 它已经走出了治病的阶段 生老病 它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老化 生理上造成老化的时候 因此它生病变 从它实证老人家的身上 在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它就是抗老的过程 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生命科学的观念 它就认为我清楚 它说你不必要求成先成道 你最起码缺病延年 你可以做得到 我想缺病延年最好的办法就是抗老 抗老的本身最好的办法就是净坐 现代人学静坐 为了修身养性 强身屈病 古人修炼静坐 还为追求长生不死 成先成佛 韩静老人则认为 静坐不但是养生之道 而且是回天之路 回天就是回归自然 回到宇宙生命最原始的状态 这个境界 也就是佛家所讲的 不再轮回 西方基督教义的永生 有人认为 这是宗教的一种羞耻的方法 是种迷信 实际上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从一个 一生的病的人 到今天我活到九十几岁 验证了 这一个方法是对的 这个方法是中国文化中间最好的东西 七十几年来 我用我这个身体做实验室 验证了一个事实 所以实际常常讲 我们的这个静坐是一种生命的法制 是一种生命的科学 因此 中国正宗静坐 不但是修身养性 修道练心的正规法门 也是导引人生正规修行的一门功课 更是一门经过亲身验证的生命科学 当然 修炼之因缘及顿物 则需是个人的造化及努力 韩静老人 于华山八年苦修 并以超过一家子的岁月 不断亲身体验研修 终让我中华老祖宗 五千年的古老遗产 中国正宗静坐得以言传 民国六十九年 韩静老人以八世高龄 理应遗养天年之计 却在天命的驱使下 复创了天地教 中国正宗静坐更在韩静老人 寝囊传授 及天地教同分的努力发扬下 学习者超过四五十万人 会议弟子也超过三十万人 目前更言传至日本与美国 中国正宗静坐之自然无为耗天心法 终将言传至全世界 而韩静老人之静坐精神 也将永传于世 中国正宗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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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